2月9日,由广东省中医院、广州市攀渔区中心医院、广州市攀渔区和弦纪念医院组建的中国第九批原加纳医疗队 自2019年12月28日出发,历时390天,跨越12000公里 在非洲加纳完成医疗援助任务后,平安回到广州 那么我们在一年的工作当中呢 我们为当地的加纳居民开展临床诊疗服务7489人次 中医特色诊疗683人次 加纳当地的民众服务之外 因为在加纳也还有4万多的华教华人在那里 我们在为华人同胞提供服务的时候 只要他们有需求,全天24小时 每周七天我们是时刻保持手机开机 让华人同胞随时能够联系到我们 医疗队从2019年12月就出发 本身带着原有的医疗援助计划 但到达加纳后不久 中国国内就发生了新冠肺炎疫情 随后,加纳国内也出现了从欧洲输入的病例 这也加大了医疗队的工作难度 医疗队队长石永永如今回家 回首过去一年 这位成功克服了无数困难的队长 依然热泪盈眶 对,一年了,确实挺难的 不好意思啊 因为一年刚好那个 本身在出发之前呢 我们是做好了很多充分的困难 有很多困难准备 也做好了吃苦的准备 但是新冠肺炎的疫情的到来呢 也确实给我们额外增加了很多的困难 因为那个时候加纳的疫情刚刚出起 是周五做的手术 谁知道到了周六 接到医院通知 那天给我们同台手术 另外一个加纳本地医生 不确诊了 作为队长来说 什么苦都可以吃 最担心的就是 队员的健康处理 没有别的信心 就是希望把吃一个都安安心 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 好在我们现在都坚持过来了 都挺过来了 所以说我真的要特别谢谢我们的队员们 据介绍 医疗队在中嘉友好医院 与当地医务人员并肩战斗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场上 借鉴中国国内抗疫的成功经验 结合加纳当地实际情况 制定适用于当地的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案 并诊治患有新冠肺炎的同胞近300人 现在加纳当地的同事 他们是比较缺乏那种防护物资的 就口罩都是戴那种布的口罩 所以有时候我也会经常在我们队里 拿了一些防疫的口罩 还有手套 这些防疫物资回去分发给他们 家人还好 就我爱人上班 就有点紧张 我是盯住他做好防护 然后口罩确实很紧张 他当时也问我 你们能不能在医院给我 申请一些口罩 我说不行 我说现在医院也很紧张 你积极想办法 医疗队还在非洲积极传播 中医药文化 让中医为中国人民服务 也为非洲人民服务 在交流会的现场 大家更是首武足导 学习起了八段紧 中国医生不管在亚洲还是非洲 都担负起白衣天使的职责 当时是有一个小男孩 一开始呢 他是很紧张的 可能是一个他害怕医生 另外可能也是中国医生 然后他躲在他妈妈身后 我就说 哎呀不用怕 这个拍照片不打针 不疼的 然后他就 后来就在妈妈鼓励下 就坐在这个床上 然后他突然间就冒出一句 他说 我不是害怕医生 我 我是 我记得你 你上次是给我拍个片的 哎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一个小男孩怎么会认得我呢 然后他就说了 我认得你这个衣服上 这个国旗 他说这是五星红旗 当时我就觉得非常有感触 很感动 觉得哎呀 一个加纳的小朋友 居然能够记住我们的五星红旗 所以也觉得自己在那里 为他们做的事情 感觉挺有诈值 挺有意义的